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从眼镜说起 眼镜这个话题今天被讨论了很多 因为神舟16号成组的载荷专家贵海潮就佩戴眼镜 很多网友问了 戴眼镜也能上太空吗 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 因为我工作时有时候也需要佩戴隐形眼镜 事实上 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 从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开始 除了从飞行员中选拔航天驾驶员 还从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选拔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 大家任务不同 选拔标准自然也不同 对于载荷专家 低度进驶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次的载荷专家贵海潮 科研能力那是杠杠的 我们还注意到和贵海潮一样 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扬柱也是一位大学老师 为了这次太空出差 两年多来 朱扬柱和贵海潮都经受了严格训练 已经具备了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和条件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除了这两位新人 还有一位老将 57岁的航天员景海鹏 这是他第四次执行飞行任务 他也将成为我国目前为止飞天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着实是令人敬佩 看完了神舟16号乘组的配置 我有一个感受 航天梦离我们大家又近了 当然上太空依然很难很难 每一位航天员都是千挑万选 但是以前大家对于航天员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他们首先得是飞行员 身体素质非常惊人 咱们一般人是望尘莫及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拔尖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经过严格训练也可以圆梦太空 这恰恰从侧面说明 我国的赞人航天技术是越来越成熟了 有能力让更多领域的人才平安往返太空 你看现在像我们这些需要佩戴眼镜的人 也可以太空出差了 而祖国的赞人航天事业持续蓬勃发展 一定会给更多人带来圆梦太空的机会